好,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shootcard已经打开了啊 我们今天要教的是什么,很简单 叫做那个 转场啊 一个画面跟一个画面的转场 转场什么东西呢,是有概念的啊 各位我们怎么写文字啊,假设这是一个paper 你写文章呢一定是一个段落 一个段落对,一个段落 有时候这个段落呢,比方说现在写公园 写一写突然描写到学校啊 这个段落呢,跟这个段落未必一样 但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文章是线性的 你就由上往下读很自然啊 其实就是说,这个段落的 这个段落跟这个段落呢 里面的意义或者场所不太一样啊 但为了我们整个叙事,它必须是这样子的 但读者在读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场景啊,比方说这边是公园 你可能在讨论公园,然后台北火车站 你可能在讨论那个移民的问题啊 台北的移民啊,公园里面的移民的状况 然后到那个台北火车站移民的状况啊 它其实场景,场变化的啊 或者突然谈移民突然谈到那个可能 薪资跟工资的问题啊 这是又是个不同的概念啊 我们用段落,不同的概念 我们用段落来表达,对不对 用段落试着来处理表达 那一样啊,就是说 我们在转场也是这样子啊 一个画面,这个画面结束比方说 我们现在说,这个在台南玩 然后这个在台中玩啊 台南的好玩的地方 叫台中好玩的地方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或者地点或意义已经转换了 我们要让读者知道 那他跟他之间要一个转场的作用 让读者很清楚的知道 我的video 就跟我们平面的段落一样 转移到一个地方去了 这基本上就会是这个叫转场 那传统的电影啊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很少看到 你会意识到转场很少 因为电影呢 电影我们讲故事 电影是一个很维系的艺术 所以呢你如果去看很多书 他会告诉你呢 在电影中要怎么转场 转的很自然 你都没有意识到转场了 本来在男主角的餐厅啊 后来一下子两个人到公园了 那从餐厅到公园 其实有转场 但那个转场的方法跟手段 非常的有技巧 以至于你意识不到 就是电影转场的特色 我们今天教的叫做什么 新闻类的叙事影音文本 我们是新闻系的 刚好颠倒 我要让你很清楚的意识到 我已经转场了 我们现在要介绍台中的公园 那也叫台北的公园呢 我要很清楚的让你知道 我场景已经转换了啊 这就是所谓的新闻系的影音叙事文本 跟电影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的转场 要非常明显的让受众知道 那刚好啊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软体 在处理这个东西都是往这个方向上去的 没关系 你先了解 从一个场景到一个场景要转场 这个转场要明显的 让他们知道 那这个软体帮你都设定好了 我只是让你概念 你要知道转场 转场不是随便乱转的啊 你想想段落 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 我真的意义转移了 或者地点转移了 需要让读者清楚的意识到 我影片已经换到另一个影片了 这叫转场意识 转场意识 好 那我们showcut可以的啊 记得啊 专案名称一定要写啊 好 然后呢这个地方不要自动啊 因为我们小世界的规格 有我们的规格 我们是这个啊 1080p30啊 那你如果用自动的话 第一个影片的规格多大 它就会多大 一定要按开始哦 按开始之后这个资料夹 刚才打那个资料夹 就会成立了啊 在这个地方 影片有没有 这个资料夹就成立了 所有东西都会丢在资料夹 这个讲过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两段影片抓进来 好不好抓进来 再过来跟他抓进来 好 那这个也很简单啊 各位啊 为什么要转场 其实很简单 比方说这个影片 我们先抓过来 好不好 好 这个地方呢 在百货公司 对不对 然后我要让你知道呢 我从百货公司到一个专柜 有没有 我从百货公司到一个专柜了 这个地方最好把它打开了 这个地方是 如果按照我的教学预设值 这个地方把它打开 这个叫联动的 我们现在就这么简单 其实呢 我介绍百货公司 各位知道这个在哪边 新店的那个叫什么去的 加拉福对面的叫什么去的 芋龙城啊 这个呢 这个不是在芋龙城 这个在某一个 假设是 你看我们要逛 芋龙城逛一逛 这个是 大的百货公司 现在我们到那个 UNIQLO的专柜 是不是 那概念上转移了 本来是逛卖场 现在要买衣服了 有一个概念上的转移 那你其实不用也没关系 一般而言就是这样 各位声音很大声 我先把声音关掉 因为我们其实在做video的时候 会把声音关掉 你如果这一边是 整整排都把它关掉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配音 这就把声音关掉就好 你当然可以这样子 还有芋龙城逛完了 到UNIQLO的专柜 可以 你仔细观察一下 其实我觉得很明显 但有时候 有时候如果影片的内容太相像了 你一下子判 一下子判别不出来 可是我是作者 我要让读者非常意识清楚的知道 我已经从 我已经从 什么 我已经从那个 芋龙城到所谓的专柜了 我希望你有一个转移的意识 这时候呢 所谓的转场 就很重要了 那转场怎么做 如果我们不太要求的话 就这么简单 各位 这个地方拉着 往右往左边推 你推进去多少 转场就转这么多 你也不用管 他会自动帮你转场 自动就切完了 你看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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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软体的特色 这是我们看一遍 芋龙城 UNIQLO 有没有感觉 他透过这个转场的过程 是不是让你开始 比较有一个意识转移的过程 这个很重要 各位 你学编辑 影像编辑 你要知道转场 干什么用 不要乱转啊 你如果没有一种 A跟B的转移的意识 要让读者很清楚的知道他转移的 你没有必要用转场 如果你让意义的概念变动不大 甚至意义是连结的 你要转场干什么 很多同学乱转 那这个概念到这个概念 如果你觉得你要让读者知道 我概念转移了 或者我要让你很清楚的知道 你的地点或者时间有转移了 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各位看着再播一遍有没有 他透过一个这样子渐进的过程 来代表转场 那这时候很简单 你按这边 按这边 你就可以来 按滤镜 不是来按属性 属性是转场的属性 各位看到 有这么多效果给你 刚才你看到的只是什么溶解 我们先不管了 我只让你知道如果你做完了之后 如果你做完了之后 对这个转场有没有 对这个转场效果不太喜欢 你看这一个 是水平的垂直的 有没有 我们既然这样看到 或者什么水平对开的 有没有 我们都常常看到 好假设你是水平对开 可不可以 水平对开了 好 那 Rawband是指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了 这个你都不用管了 你都不用管 假设这样子 那么再播一遍 有没有 这一次水平对开了 这转场的画面不一样 那 我们今天教的东西 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觉得这边 要用这边就好了 够了啦 你看没有 顺时钟 有没有 这边有很多 转场这个也够用了 对我们新闻系 也够用了 臭臭有余的 你今天先了解 什么是转场的意思 然后了解一下 我怎么转场 怎么操作 再操作一遍 假设 这个地方缩小 缩小 假设我这边又有一个影片 假设这是另外一个影片 好了 然后呢 我希望这里跟这个转场 怎么转呢 各位 滑鼠抓着它 往左边滑 往左边滑 你要转多久 就拉多久 看到没有 要重叠 转多久 拉多久 放向 它就会自动弄完了 它的预设值是什么 淡进淡出 它的预设值是淡进淡出 然后你就可以更改预设值 点它 注意哦 播放头在这边 你才看得到 要按属性 转场的属性 有这么多 对随便找一个 是这样对角开的 你觉得你很喜欢 你开心就可以了 对角打开 有没有 这一次是对角打开 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 Roben 就是对角打开的时候的什么 的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有点柔柔的 有一点虚虚的 这个就是Roben 你如果把Roben拉成0 有没有 这个地方的什么 就很明显的 边很硬 看人 搞不好你还喜欢这种感觉 这个很难讲 看到 有没有 这个边就变成硬了 有没有 一转场就转掉了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那转场很重要 你会操作的时候 请你开始注意观察 现在的数位 影音叙事 它如何透过转场 来表达一个概念 转移到另一个概念 通常概念到概念 时间或地点 总之 你要让读者知道 我画面已经转移了 我们 我们因为不是电影 电影的转场 要非常有技巧 让你感觉不出来 很自然就转场了 我们这个刚好颠倒 要有一点点非常异式的 有点暴力 不能说暴力 强制的倾向 让你很清楚的知道 我转移了 有没有 我转移了 看影片有没有 这样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我转移了 我又从UNICROR到卖场了 对不对 转移的感觉又出来了 所以呢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转场很简单 最基础的操作 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教几个 更好的操作方式 我们今天只是 什么叫转场的概念 最基础的转场要怎么操作 我们讲一遍 讲完了 点它 按属性 有没有 有这么多可以处理 有这么多可以处理 那你如果要更多的转场效果 到这边来 到这边按一下 就有更多的 就会是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你先学会转场 刚才我有教你 之后我们下一堂课来讲 更厉害的 你可以随心所欲控制的 转场的效果 因为转场的效果 在现在的数位影音叙事 真的很重要 我越观察越重要 现在的新闻报导 以前的新闻报导 你很少看到转场 以前的新闻报导 就是一个影片 接着一个影片 但现在呢 越来越多转场了 那你如果这个不要怎么办 这个没办法 你只能点着它 把它删除 对不对 等着它把它删除 那个就不见了 但当然中间有些资料丢掉了 所以这个转场的好处跟坏处都有 好处是呢 拉的就进来 坏处是呢 坏处是你很难 你很难能够把它恢复回去 这个没办法 到目前为止 这个软体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恢复回去 你那个 你剪了就剪了 我看一下这个Benji 恢复 Benji恢复可以 但你之前做的东西就很难了 所以呢 你如果刚开始做完 不要Benji恢复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像之前做过的 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会有 等一下会有其他的操作方法 不会产生这种困扰 等一下要交的就是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先交到这边 各位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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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